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啟讀 這是一篇也是Don給我的報導 那這是講的是有關人類的進化論 所以這科學一項也是我非常喜歡的題目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他說的是 More and more humans are growing an extra artery Showing we're still involving Artery 動脈 所以越來越多人類 在長出一根額外的動脈 要表示我們還正在進化中 非常的有趣 我個人一向是非常相信科學的 而美國就一大堆蠢蛋 他們認為這個Intelligent Design 他們稱為這個智能設計者 Intelligent Design 說真的這個就是 Designer答錯 這個東西就是Creationism的換句話說 Creationism就是創造論 那創造論這個詞他們看了覺得很不爽 因為好像太被污名化 太被Stigmatize 這就叫污名化 所以這個Creationism太污名化了 所以他們就 我們想一個別的詞來騙大家好了 我們叫它Intelligent Design 所以有一個很有Intelligent的一個Being在天上 他設計了宇宙萬物 然後他連進化的這個過程都也是在他的設計中的 最好啦 聽你在喇叭 好anyway 不是要抨擊宗教 但這真的很蠢 OK This is stupid 好 我們要相信科學 我來這裡 講到這個我會有熱情 或者應該講反熱情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 太性宗教阻礙了科學的進步 我們總就 早就該研究像例如幹細胞啊什麼幹嘛那些的 甚至我覺得 Human Cloning都 我應該說這是一個 不是不能做的事情嗎 這個對我來說可能也太過頭 可是我對於一件事情是完全沒有這個 I won't hesitate to say that I support it 就是 如果我們會培養人的器官出來的話 就不要培養出真的一個人 然後harvest他的器官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老鼠的背上長出一個人的肝 然後把那個肝移植到人身上 I'm okay with it 真的 我們都看過很驚悚的照片 就是老鼠的背上長出人的耳朵啦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對不對 So I'm all for science 好回來這裡 越來越多人類長出extra的artery 所以這裡artery 是動脈 所以我們就先講一下一些可以認識的詞好了 artery是動脈 那靜脈叫做vein 然後還有血管你就可以直接叫它blood vessel 那vessel這個字其實一般來講是艦艇的意思 船艦 那它總是功能是窄東西的嘛 所以窄血的東西就是blood vessel啦 就血管啦 所以同一個字 那還有這個血管方面的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是 形容詞叫做vascular 發音有點不太一樣 都是v開頭雖然說是 可是 一個是vessel 一個是vascular 那再來就還有就是這樣 心血管之類的 我們常看到的詞 就叫做cardiovascular 所以cardiovascular 所以心肌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這樣子 那cardio是心 那所以說有時候我們講說 欸我今天要練心肺 cardio I'm doing my cardio I'm on the treadmill treadmill就是 跑步機 好所以這幾個詞 認識一下一下 不是說很難的詞 可是 其實是生活字 但是 我可能也會說 這個有時候在 托福亞斯的內容 也會看得到就是了 好anyway 都還沒進入文章了 所以總之我們正在長出一根 新的動脈 長在哪裡啊 好看一下 So picturing how our species might appear in the far future often invites wild speculation over stand out features such as height brain size and skin complexion 第一句就好難喔 我說真的 這句對很多同學來說 因為我自己也多看了兩次 大概多看了一次兩次 再看懂了 為什麼 因為我抓主持動詞 所以再強調一下 我們講到長句子 我知道Cedar有時候會問說 老師你們能多講一點長句子 那這就是了 所以這個句子比較長 主持在哪裡 picturing 所以這個picturing就想像者 那動名詞 所以想像者 想像的是什麼呢 他的授詞是一個 授詞子句 所以一路走到這裡 OK So how our species might appear in the far future 應該 應該沒有走到often 大家都在這裡 所以你想像著 我們的這個物種 在很遠的未來 可能會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想像著這個東西 這個動作呢 他通常就會邀請到後面這個時候出來 So picturing this invites this 大家聽懂嗎 意思好 所以想像著這個東西 你就會invite 後面這件事情出來 所以invite後面的事情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一個很狂野的一些想像 或是 speculation有觀測或之類的意思 觀察觀測 或者猜測 因為像我們知道股票的那個 投資股票 投機之類的 我們就叫它speculation 其實 所以speculation 的確可以翻譯成投機 可是總之 你就是在估計 它的上上下下成長嘛 所以你把它講成估計 也不是錯誤的翻譯 那總之啊 這邊就是 你去想像著我們會長什麼樣子 你就會invite出一些很瘋狂的一些 一些估測 那這些估測就是在 估測著我們一些 特別突出的一些特徵 所以speculation over standout features 什麼樣特別的特徵呢 就是standout的特徵呢 好比說我們的身高 我們的腦袋的大小 或者甚至我們皮膚的那種膚色 所以complexion這個詞 它來自complex complex一般叫做複雜對不對 可是你把它寫成一個 另外一個名詞 complexion的時候 就講的是膚色了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人是黑人 那個也是黑人 這個也是黑人 可是他們黑法不一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有時候看NBA球員 這個Hakim Olajuwon 這種黑法是黑到底的黑 Patrick Ewan 大概也是黑到底 不對 Patrick Ewan 都比Hakim Olajuwon 白一點點 Vince Carter 大概可能更白一點點 Jason Kidd 我們說好像也是黑人 是不是啊 我好像亂講 他們不管 反正 黑人有不同的黑法 那你看 那個Stefan Curry 他的爸爸Del Curry 就看起來比較黑 可是Stefan Curry 就白了一些 可是我們不得不否認 他爸爸Del Curry 真的是蠻黑的黑人 所以我們就會說他們都屬於不同的complexion 所以這個詞是我們在台灣比較少看到的 但你現在看到的 我把這句在內一次跟你聽 聽懂齁? yet subtle shifts in our anatomy today demonstrate how unpredictable evolution evolution can be 但是啊 一些很細微的一些改變 在我們的 anatomy 就是人體解剖學中 這樣子 今天 他能夠顯示出 然後他用了 又用了一個名詞子 用How開頭 跟他的第一句一樣 都是How開頭 就how unpredictable evolution can be 所以我們身上的這些 細微的改變 就能夠充分的呈現出 進化是多麼去難預測的一件事情 所以predictable predict叫做預測 predictable是形容詞就是可以預測的 unpredictable就是無法預測的 這幾個詞都還能變成很急發的一些名詞 像比如說predict可以變成predictability 就是可預測性 所以predictable其實也可以說predictable變出來的 所以unpredictable也可以變成unpredictability ok 我特別講一下這個字就是 為什麼這個字對我來說 有一種特別的personal connection 我也是在高三的時候拿一個英文課 他那時候在講好像是 里爾王還是哪一個課 莎士比亞的劇作吧 然後老師就想要 引我們講出這個字 就是大自然的不可預測性 造成了劇情上什麼什麼的發展 還是之類的 那 全班沒有一個同學講得出這個字 因為大家高中生的程度 不要說我是移民 還有很多本土的同學也 一直想想不出這個字要怎麼塞進來 所以總之最後老師引導之下 終於說 喔原來你要怎樣 so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nature leads to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是對我來說 還蠻有一些personal的connection all right anyway 再看下去 so take something as mundane as an extra blood vessel in our arms 所以我們就拿一個這麼簡單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 我們在我們手臂中多出了一條 血管這件事情 這麼mundane的事情 這mundane就是很日常 很很頻繁 很沒有什麼值得一講的 所以很mundane這樣 事實上一點都不蠻貝 對不起 ok which going by current trend could be commonplace within just a few generations 所以which 後面它其實接的是 could be commonplace 那中間加的事實上是個分次勾具 它只是沒有鬥點隔開 所以 就是到目前的這個潮流來看 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 所以我們這個extra artery這件事情 可能啊 在經過了幾代之後 就會變成很常見 could be commonplace within just a few generations commonplace就是很常見的 事實上commonplace好像也可以是當成一個 單純的名詞是不是 yes ok so something is commonplace Alright 所以這邊說了 an artery that temporarily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our forearms while we're still in the womb isn't vanishing as often as it used to 所以原來是這樣的概念 好你如果跟我一樣看得懂恭喜你 如果還看不懂我馬上解釋給你聽 所以一條動脈 那這動脈幹嘛了呢 用形容詞子去說它 temporarily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our forearms 他暫時性的 runs down the center 所以從我們的這個 forearm中間 的中間 所以forearm的中間這樣run down下去 所以這一個血管 它這個 從我們的方法run down下去 isn't vanishing as often as it used to 它並沒有像以前一樣的 這麼常常消失掉 所以vanish這個字叫消失掉 也就是說 喔對不起 while we're still in the womb 所以這裡的womb是媽媽的那個子宮裡面 所以我們在子宮裡面是有這一條的 但是好像就是生出來的時候 它通常會vanish掉不見掉 可是它現在vanish的這個頻率 比以前來說 變得比較少了 ok it isn't vanishing as often as it used to so 以前vanish比較多 現在不vanish 或然留在我們身上 酷 ok 所以that means there are more adults than ever with what amounts to be an extra channel of vascular tissue flowing under their wrist 我們在前幾天的影片 已經看過amount to這個詞了 真不錯又看到了一次 所以就表示越來越多的成年人 都有一個東西就會累積成一個額外的渠道 所以it amounts to an extra channel 所以channel就是頻道之類的意思 所以多了一個channel 那這個channel就是血管的一些組織 能夠從這邊流進去這樣子 so a channel of vascular tissue flowing under their wrist 在他們的手腕底下 就這樣子流過去 真屌 好所以我們再看這邊一段好了 所以這邊有說 since the 18th century 從18世紀開始 anatomist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prevalence of this artery in adults and our study shows it's clearly increasing 所以18世紀就已經有研究這個 這一條血管 這一條動脈的prevalence 所以prevalence就是它的這個 常見度普及度 prevalence ok 不要把它變成 跟popularity搞錯 popularity是受歡迎的程度 這條血管沒有受不受歡迎 它就只是有沒有很顯著這樣子 有沒有在大家身上都看得到 所以在這邊 好我們再看一段喔 因為我很想把這個資訊分享給你知道 the prevalence was around 10% in people born in the mid-1880s 所以在1800年代那個時候 這個東西的prevalence 這一條血管的prevalence 是10% 所以哇 所以十個人裡面只有一個 compared to 30% in those bor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所以在20世紀末的時候 也就是你知道 19幾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變30%了 so that'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所以在程度上來說 還蠻短的一段時間 有了很大的增加 when it comes to evolution 當我們講到進化論的話 這是一個很短的時間的 so 你怎麼能說科學是錯的呢 所以 再批評一次 不要講批評 再公開宣布一次 不要相信什麼intelligent design 不要相信creationism we were not created by god 好 我通常不喜歡在各種的 就我在頻道裡面 不喜歡對任何的議題 選邊站 可是在宗教上 我就必須選邊站 我是一個反宗教的人 要是你因為這樣 不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see you later OK 講到這裡大概也差不多了 所以 其實它有一個詞叫medium 就G中指 這個字大概不講也沒關係啦 好 如果你要知道的話 就總之這個 這個東西是一條中間的 所以因為它的手在中間的 手中間的關係 所以它乾脆也就叫medium medium artery 不是medium那個 不是中悲可樂的那個medium 因為這個medium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媒介的意思 那它的意思就真的是中間的 所以它叫做median 不是medium OK 所以這個medium artery forms fairly early in development in all humans 人類 它都會form 總之 講到這裡可以了 我們時間上也差不多了 今天好像批評很多事情 but screw you that's how I like it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